你要找的那个人在何处 别急嘛小丫头 快说 不说我拿你去打野味 我听说你这样的 打出来的野味更好吃 你敢拿我去打野味 我就自爆 好啊你自爆吧 我说就是龙学院内有个无缘禁地 那里关押着一个人 小丫头 我要你去禁地里将那个人带出来 那我直接去给你把他拽出来就是 可是那禁地只有圣者以上的人 方能从那里头全身而退 否则进入的人都会灰飞烟灭 小丫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个男人的确是圣者不错 可是跟我契约的是你 早说我就不用这么快来龙学院了 你没有选择余地 里头关押的人是谁 怎么会跟无声大帝有关联 无声大帝不是陨落多年了吗 是一个大帝 欠了很多的人 灵儿 你醒了 爹 是那个月清晨 是他把我害成这样的 还篡夺家业老师不受我做学生 爹 我该怎么办 我服用尽药的事情 好像被大家发现啊 灵儿 别着急 没事的啊 我这儿倒有个好消息 当你听到了这个消息 肯定不会将月清晨放在眼中了 什么 龙殿那位爱人传话 说明日他要亲自前来 那个神秘到了极致的龙主尊上吗 他怎么会来此 我也不知 灵儿 既然家业老师不收你做学生 倒不如 哦